喂 你干嘛 用照料 对 等一下 好 放了 等一下 还没好 捞起来 蘸料 蘸料 不是那个 这个 对 这个 搅拌 搅拌 充分在这 等一下 嗯 我们现在是在乔州 可能是最火的一家 当地最火的一家牛肉火锅店 这个关塘兄弟牛肉 今天还有齐行 然后呢 英哥武 一友的吃一友的看 保口服 保眼服的 所以呢 现在正好进去看看 它太火了 后不就坐满了 正好进去尝尝看牛肉怎么样 吃饱了 看表演 走 牛肉到了 还在动 还在动 现在时间紧迫 每个人都在和时间赛跑 快 快跑 快跑 还有朋友回到 同学们 来感受一下 潮州人民对牛肉火锅的热情 下单 下单 加了七份肉 才189 这对外预算是500块钱 后边基本上做满 里边也做满了 二楼也做满了 大家这个牛肉非常清晰 每三个小时就在一只很贴心的食安 点完餐之后每一份东西 它里边会告诉你算多少秒 咱今天就按他们提示的 就算这么些秒 尝尝是不是不一样 照料准备好了 我们以后它控制时间 精确一点 我还准备了 秒表 咱们今天就严格一起 精神圈吃饱饭 第一个 吊笼 预备 炒 十秒到了 让我看看是不是在传说中的 口感那么棒 我还粉着呢 尝一口 在沙啥这样 它这个炒面挺复杂 什么鱼露啊 什么小虾米啊 什么各种奇迟古怪的调料 尝一口口感如何 偏心各位 够了 还不错 真的十秒是可行的 叫龙瓣 就是这附近这个肉啊 主打一个肥瘦相间 口感呢 既有点油香 又有点肉香 混合在一起 是基本上每个潮汕牛肉火锅店 必备的一个部位 也最受欢迎的 头牌 果然这一次算十秒了 口味不错 第一个成功啊 第二个呢 是著名的五花指 这个基本属于 潮汕牛肉锅里边的 网纹产品 这五花指呢 就是大家看部位 大腿的这种后腿腱 中间的那个心 叫五花指 特点就是 稍微有一点点肥筋 那么它躺多少秒呢 这边写的是20秒 来试一下 它这个切得非常薄 只现在后点有腱 继续我们的啊 恰表测试 预备 开始 今天表达 20秒 20秒的五花指啊 算出来还不错 有点粉呆呆的 在潮汕 吃什么东西 蘸什么酱 是有严格规定的 吃点辣的辣酱 口感韧中带脆 的确好吃 就是喜欢脆一点的 追求口感的 点这个 它跟瘦肉是有区别的嘛 瘦肉你嚼着比较给劲儿 然后筋肤的你 搭弹一下 然后也不容易嚼断 放过来脱去的嚼 发出各式各式的 这个五花指可以不错啊 有点意思 下一个呢 三花指 这是同一头牛的 懒腿的腱子心啊 五花指的亲兄弟 上面写的也是算20秒 吃点 20 出锅 20秒的三花指啊 咱们跟五花指有什么区别那种 嗯 缺少了五花指那个筋的那种 啊 调皮感 嚼起来也是很有韧劲儿 瘦肉之美 很好吃不错 三花五花是店里比较紧俏的品种 来下一个 后面是石饼 10秒 哇好弹哦 瘦肉的魅力 部位看这里 牛鸡丸 这就是吃饼 下一个 嫩肉10秒 时间到 是不是有部分没涮熟啊 你看看 不一色啊 一点都不柔 一点都不柴 水瘦肉 真的非常嫩 过来的叫嫩肉 部位看这里 牛鸡丸 随意 怎么区分牛肉丸和牛鸡丸 表面比较光滑 牛鸡丸上面全是咯咯咯咯的小突起 哇 有几个小疑问 比如说第一 这品牛鸡丸 宣传都是什么手打的 牛鸡丸一斤皱 是吧 做够工夫 然后就给你钻出来 是不是手工打的最好 现在有机器打的啊 这两种到底哪种好 其实我个人解释吧 手工打呢 有技术的成分在里面 因为每天的肉呢 状态不一样 打的时候你可以随时调整 这是人工的优势 那机器有什么优势呢 中间比较匀 每一下每一下都OK 机器也不累 卫生啊什么的都有保证 估品是很稳定的 但是呢 这个东西呢 有人太过于神话说 手打的好啊什么的 这个就没必要 你喜欢机打的就买机打的 喜欢手工就打手工的 手工我感觉更多的 可能情况还成分在里面 而且呢 手工的一般情况下 会比普通的 机打的贵十块钱 熏口喽 五分钟 五分钟后 五分钟的熏口喽 看来好肥腻哦 有的火锅店是说 最后放这个 先从瘦子涮 有的火锅店是说 先涮这个 让里面有点牛油的味道 咱也搞不清楚啊 其实呢我问了当地的朋友 当地跟我讲 没有顺序 想先涮哪个 先涮哪个 注意火火就好 很滚酒的口感 有点脆声哦 越嚼越香 你要体现肥肉之美 就是它 这牛肉味好重啊 是我吃的所有皮类里面 牛油味最重 牛腻的成分 所以这会儿呢 就可以喝一口酒缓解一下 什么酒呢 对你们猜对了 北京带来的菊花碗 来啊我们的菊花碗里 你看多好 还有两个香囊 那有猪鱼啊 禁止食用啊 这个不是韭菜 不能配的啊 里面就是菊花碗粉白 眼头啊 国家级飞鱼 内造上用的东西 老粉都知道菊花碗 北京的三白之夜 反正过去都是那些在喝的 咱今儿也 舅舅潮上牛肉锅 他们俩做梦也没想到 一个是北京的 一个是潮的 他俩能预上啊 小酒喝啊 熟悉的味道 我突然觉得有点冰激凌的闻感 喝点味道非常熟悉了 是吧 就是菊花香 然后药香 酒香三香合一 来 敬个味 赶紧来一口 嗯 嗯 你潮汕人特别懂牛肉啊 这家潮汕牛肉的火锅的这个品质啊 我觉得应该还是挺的 你要没点本事在潮汕这边开牛肉火锅店 那就等着倒闭嘛 是吧 而且牛肉呢根据不同度位 并不是说切的越薄啊越好 需要口感呢 比如这个口感我需要它绵软 那会稍微切的薄一点 我需要它脆着 不宜切的过薄 否则你体验不出它这个肉的个色 好想人家吃牛肉是特别特别挑的 这个就需要有经验的老师傅 跟你牛的不同部位 跟你今天牛的状态 这个也很重要 老师傅跟你这个牛的状态 来决定今天这个部位我要切多厚 所以在这边切肉的师傅 据说是挣得最多的 今天我们超有英格武的表演 也就是说可以一边吃一边看 裤子冰暗 包衍服又包口服的 这给它 handle吃 基本上这顿潮州有可能是最火爆的 关堂兄弟牛肉火锅 吃完了啊 这些就是我们的战绩 四个人花多少钱呢 357